请翻开讲义第21页 第四行 日本台密六观音 请看21页第八行 接下来 接着昨天所讲的 东密则删除不空捐索观音 加上准题观音 有中和台密 东密两种说法 这也称为七观音 看幻灯片 昨天讲到这里一个段落 所谓的台密是指天台中 中国的天台中传到日本 而天台中最有名的是日本的比瑞山 比瑞山是天台中的道场 各位有空可以去参观 第二个是东密 中国唐朝密宗不空三藏的体系 传到惠国阿舍利 在传到日本的真言中高野山体系 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空海大师 昨天 好 请看这里 不空三藏 昨天我讲到这个段落 今天继续讲 不空三藏呢 从印度到中国的时候呢 他是客神米尔人 就是胡人 他通印度语 梵语 还有中语 中文 他翻译了非常多的经 所以在大政杖第二十册跟二十一册 尤其是很多佛菩萨的修持法门 都是不空三藏翻译的 尤其是特别是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系列 跟六字大明咒系列 请看幻灯片 中国五台山金阁寺 它的山门 前几年我去朝五台山 然后这个在五台山里面呢 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 只有这一间 对不起 全部都是文殊师利菩萨 只有这一间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不空三藏在这边很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化成为一个老太太 说师父你一定很辛苦啊 很累啊 你要不要喝水啊 他给他喝 他很感谢 他喝了非常的清凉 转了一头呢 老太太不见了 结果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请看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是木雕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们朝圣啊 也是团体 先礼佛 然后呢 开始绕念简端的祭送 或是念补仙心愿品 十大愿亡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绕佛 念 有时候念阿弥陀佛 结果呢 那主持方丈看到我们很感动 他说 哎呀 你们从哪里来 我说我们从台湾来啊 那我就问他说 我们千里迢迢来啊 我们也随喜供养以后呢 我们就问他 楼顶可不可以上去 其实他是从明朝到现 宋元明到现代的建筑 是一千多年了 也快上一千五百多年吧 有历史的 结果他说 没问题没问题 我开门让你上去 但是要小心 那个木头很久 我们就上去 上去的时候呢 他把窗户一打开啊 哇 大悲观世音菩萨 真的很庄严 我就流眼泪了 所以可见呢 古来的高僧大德 所建的地方啊 都有正法 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全五台山 只有一个地方 叫金格寺 共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后来呢 日本人呢 也待会会介绍 就是在京都 也见了金格寺 好 你看到 我拍到千手 观世音菩萨的脸 佛面犹如静满月 大悲观世音菩萨 真是多生多节啊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静愿 观世音菩萨呢 他也呢 亲近过一千亿个老师啊 每一个老师 坐下他都发寡大的愿望 事实上他已经成佛了 但是他为了救度有缘的众生 世线呢 他也在阴地中修行 所以下一尊 梅勒菩萨 龙华三会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会呢 听经也会作为 梅勒菩萨的弟子 所以再看日本京都金阁寺 由帝王所建的 注意听啊 日本的寺庙除了寺庙之外 他还很重视庭园设计 各位如果你了解的话 假如你有去日本旅行 你会知道 三月跟四月是看什么 桜楼花 对 秋天十月跟十一月 看什么 枫叶 全部的人都去寺庙 带动非常非常多的人潮 不一定来的人是佛教徒 其实也有基督教天主教 也有外国人来的 为什么 他可以感受到寺庙宁静的禅风 当然新加坡比较小啊 我知道 不过将来若有缘的话 应该呢 建的寺庙应该整体设计 假如你到香港至连禁院 他前面山门 就有很漂亮的公园 所以不一定要一件传统的方式 但是假如你能够把 现代的人文 公园 艺术 带进去的话 你会利益更多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算他不学佛 来了门口 对观世音菩萨 这样拜一拜也好啊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石头山园光寺的时候 全寺庙只有我会讲英文 虽然我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我每次有外国人招待的时候呢 我会请他吃饭 然后呢 问他从哪里来 走的时候呢 我一定都会带他去观音跟地藏菩萨面前 点香 然后可以讲 make a wish your wish will come be true 他说 can I make only one wish or more wish 我说 as much as you can 那外国人根本不知道 然后呢 他就拜地藏菩萨 我就发愿 愿度众生都成佛啊 可不可以读过地藏经 若然地藏菩萨 一烧香 一礼拜 敬畏来祭 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都会度他 所以这是 所以我度了很多外国人 就是用这种方法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当然现在全世界佛法都很兴盛 尤其南传 北传 藏传都非常的兴盛 外国人对东方文化 尤其佛法 是非常好要的 尤其他也喜欢禅修 所以我觉得北传的佛弟子 英文应该加油 希望下一代的出家人呢 能够用英文弘扬大乘佛法 这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是会越来越老了 没办法 交给后面的人吧 接下来再看金格寺 金格寺 顾名金格寺 是真正用黄金金片而图的 它有三层 这是由帝王下令而建 然后全国的人民呢 而供养的 这是他的 就是那个标语 第一层叫法水院 第二层叫朝阴洞 主供大悲观心音菩萨 第三层呢 是禅宗的供释迦摩尼佛的佛殿 请看 这些照片不是我拍的 而是我朋友给我的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 请看 下雪天的金格寺 非常的美吧 假如有一个寺庙 这么美在新加坡 你想别人不会 飞飞机来看吗 一定会的 所以我觉得 假如若有人 发愿建未来的寺庙的话 不要局限旨在传统 传统当然有它的优点 可是也要配合 现代文化艺术 公园庭园的景色 所以你看 很多日本人的 这个山水设计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再来看 第一层就是建的高僧 还有右手边呢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圣观自在 所以第一层是供养 历代的高僧 第二层请看 朝音洞 中间呢 是供水月观音 或是子竹林观音 旁边有四大天王 日本人非常重视文物 这个值得我们华人学习 日本人呢 对于一个文物是保留 研究而且每一年都会 拨款维修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 唐朝的文物了 因为历史文化的 因素变化 所以反而呢 我们要去日本 或者韩国 才会看到我们中国 唐朝的建筑 那他们非常重视木雕 所以木雕可以表现出 很高的神韵 接下来第三层 是放了一颗 亲自放的是 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然后呢 他有倒影 所以你坐在当中 你可以感觉到呢 一切如梦幻泡影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既然有金格寺 反过来说 一定有银格寺 金银嘛 银格寺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你看这山水 简直像极乐净土 所以应该去一下吧 可是不要那边住太久 住太久的话 可能就不会想去极乐世界了 请看 银格寺的木雕的自在观音 这是禅定像 这是日本的国宝 第二个 注意看 早期的莲花手观音 所以 其实菩萨呢 在观音菩萨 在历史的发展里面 我们昨天讲 单尊像 显现为人的这个造像 其实最流行的是莲花手观音 我个人也很喜欢莲花手观音 好 再看 日本 京都十三堂 有圣十一面观音 你看 它是坐姿 然后用上等的木头雕的 然后日本人 创造了一个文化 就是呢 上面的船方宝盖 它用木头 或是船方 珍珠音乐 雕的 然后上面会写经文 或咒语 那当然 你看到 足和判断的 圣十一面观音呢 因为主要 它的头部上 有十一个头 手呢 它不一定是一千只手 因为 最主要的是 它头部而来判断的 接下来 它旁边念了 一百零八尊的 战的木雕 千手观音两边 有胡子的 唐朝大丈夫相 所以日本人呢 在做任何的 佛教文物之前 它都会很用心地 去考察 甚至假如你现在去 佛陀的八大圣地 很抱歉 我直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人呢 是造了很大的恶业 杀了很多众生 可是呢 日本人也很有良知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他就呢 募款 然后向印度申请 在八大圣地里面 建佛塔 那因为发愿 这个资金来自于全世界 所以 当然也带动印度的经济 也给当地人有工作 也让贫穷的人 有饭可以吃 所以印度人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所以你现在只要去 佛陀的说法台 法华经说法台旁边 或者 伦比尼园 你都会看到佛塔 那就是日本人发愿建的 接下来再看 高掩山 空海大师 我个人呢 跟空海大师 也非常非常有缘 我好像跟很多佛菩萨都有缘 对 然后呢 他 他呢 从唐朝取经回国以后 正是皇帝成为他的大护法 他曾经呢 救过皇帝的命 也显现过神通 在皇帝面前 献大日如来的造像 所以 全部的皇帝皇家 对这个 空海大师啊 是礼敬为国师一般 所以当时呢 空海大师就用他的功德力 在四国 四国就是日本四周呢 建了88所的寺庙 那在东立平面 注意听 要修火供 火供就点火 所以1200多年前 高掩山点的火 保留到现在 为什么呢 寺庙的执事人员 连班排班 24小时加火才 纵使战争了 还是有人在加火 因为他认为 火能够延续下来 正法就会延续 这很不可思议 各位我们烧个香炉 可以烧1200年吗 不太容易 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心 跟护持正法的功德力 然后呢 到高野山呢 你去参访的时候 你会看 你看这就是 空海大师建的佛塔 里面有供养 释迦摩尼佛的设例子 他从中国唐朝取经的时候 他的师父 慧果阿舍利给他的 所以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你到高野山 去旅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人看 喜欢穿一个T恤 你们新加坡 喜欢穿什么T恤啊 I love New York I love you 可是呢 高野山的 对不起 我一下找不到照片 他呢 很喜欢 背后写 二人同行 这就是空海大师 意思是什么 你会问他 奇怪 你就一个人走啊 他说空海大师 就在我的头顶啊 顾念我啊 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了 这叫二人同行 你看 这是古代的木雕 他右手 他自己的右手 拿金刚柱 左手拿念珠 所以他是非常精进修持的 他不但政务很高 经论也非常通达 甚至整理日本的文字 历法 还有各种啊 天文地理 所以他被日本人赞叹了 就等同于我们中国的 玄庄大师 再看台湾花莲 花莲 台湾很不幸 历史上被日本人统治过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 民国三十八年呢 1949年日本撤离以后 那这个日本佛教的势力 就慢慢地减少 但是现在在花莲 花莲就是各位知道的 慈祭功德会 圣言法师创立的 慈祭功德会就在花莲 花莲非常的漂亮 有几百年的万鲁 太鲁阁 也有民宿 也有落日 然后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叫 花莲庆修院 就保留空海大师 这个传承的 这个寺庙的遗物 或者制度 或是说修行的方法 请看 他的大殿 他的大殿就是日本式的 我们台湾的大殿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喜欢建的大殿 都是什么 帝王的这个室 宫殿室 可是这个是日本的寺庙的风格 接下来 空海大师是 七元七百七十四年到八百三十五年 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号 叫弘法大师 这是帝王 帮他册封的 表示他弘扬佛法的功德 可以佩户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他的照相就这样 他一代虽然一代身为高僧 可是他非常简朴 他出门化缘的时候 或是度众生 他会带着席帐 然后你看他穿的衣服 就是古代日本人的僧服 有点像现在韩国人穿的服装 然后呢 左手拿念祝跟波 他会带个斗笠 然后呢就念咒 然后为大家祈福 当国家有战争 或者有天灾人祸的时候 空海大师是不予于利的呢 就是鼓励所有的僧众 投入救度众生的行业 所以他不但出世间 修持得很好 他在日本佛教历史上 也被占态为最入室 而且最光滑一切众生的 这个菩萨 所以日本人呢 就很喜欢做这个打扮 然后后面T恤就穿一个 二人同行 我看哦 大家我们以后看这个西方三圣 三人同行好了 没有 这是开玩笑的 好 接下来我要讲 藏传佛教的观世音菩萨 请看二十一页第二十行 好 我今天速度要快一点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还想讲一个段落 回答问题 好 在藏传佛教 当然它跟东密系统也有关系 各位都可以看到讲义 第一 破地狱到的是牵手观音 恶鬼到的是圣观音 特别注意 破畜生到的是马头观音 马头观音 是在西藏佛教里 非常重要 东密也很重要 page twenty one twenty one 那么啦 lize twenty 然后呢 请看马头观音 先看牵手观音 每一个阶段 我都尽量放不同的照片 让你看 当然也可能会一两张重复 因为它很重要 请看藏传佛教的牵手观音 就是这样 上面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它的的确确是一千只手 按照照相度量经的 那为什么有十一个头呢 代表华严经的十地 十一地就是佛 虽然有些经论讲 十二地或十三地是佛 但是那个没有冲突 真正的成佛是十一地 好 再看 昨天没有看过的 狮子吼观音 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专门拜狮子吼观音 那六个观音 有六个不同的咒 但是把六个咒呢 融合起来 就是 所以六字大明咒 事实上是包含一切的咒 但是分开讲的话 狮子吼观音 也有它个别单独的咒 不同的传承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差异 假如你要单独修某一个法的话 还是希望你能够找好的 聚德 而且有清静传承的根本上师呢 上师 或仁波切 或是东密的阿舍里 亲自教你 在这里我只能做介绍 普遍普传的是 大悲咒 跟六字大明咒 还有准提神咒 再看 马头观音 就非常的凶猛了 你看 它呢 非常的恐怖 然后头上呢 有三个 绿色的马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些众生 你就是要献愤怒相 才能够折服它 再看下面 第四个 十一面观音 第五个 准提观音 第六个 如意伦观音 现在我放的都是 藏传佛教的体系 请看 西藏人也拜准提菩萨 这是铜流金的 非常庄严的 那这个西藏的造像里面呢 后面有一个拿散盖 所以跟西藏人也有 大佛顶神 冷言神咒 他叫大白散盖佛母 所以 其实显密有很多 是共通的 那准提菩萨是叼十六之手 我上次有说过 代表世俗地跟圣义地 八乘以二就变十六 好 接下来 我这次特别为大家介绍 介绍了十种观音 前面的六种 大概是相同 后面我会介绍一个 你从来没听过的 叫红观音 请注意听 第一 千手观音 第二 圣观音 第三 三码头观音 接下来写的图片都是 some of my favorite 我最喜欢的照片 请看 这是我的上师 尊贵的第九世 贡格国佛 在贡格山 他亲自入定 而见到千手观音的现前 然后他用纸把它画下来 而叫人雕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这个观世音菩萨 有显教跟密教融合的风格 我看局部 前世的第九世 贡格佛爷就是千手观音的化身 当然他现在也转世了第十世 可是前一世的他呢 他的功德力啊 做过十五世跟十六世 大宝法王的金刚上师 他的政务等同十六世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中国大陆民国一二十年时代 有两位很了不起的祖师 红教若纳祖师 白教贡格国佛 犹如日月一般 把所有的藏传最高的大法 都传到中国 十六世贡格佛呢 要离开送他的时候 跟他说 佛爷啊 第九世佛爷 中国人没什么耐心 不太喜欢按到次第 中国人喜欢简单 功德大 快速 此去你去呢 我给你一个特别的三昧爷界 就是你可以破例 不按照次第 假如真正对你 跟这个传承有信心的弟子 可以传他无上的瑜伽 无上的成佛法门 待会我会讲宏观音 就是干妈吧 十六世干妈吧 允许第九世贡格佛爷 传到中国的 否则我们汉地人 一般老是说 你勤修一辈子 都不容易修到无上大法 为什么 可能是民族性 文化不同 还有根性不同 好 接下来四壁观音 这张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这张呢 是非常非常的宁静 它是按照照相度量进化的 我说过 佛的脸 不是长得像凡夫的脸 佛一定有佛的功德 所以当你选图像的时候 能够选一个清静圆满的 作为你禅修的所缘境 下面一张是 码头观音 做的的 这个是东密的造型 你看 它非常的勇猛 所以我希望你这次听完讲座知道 观音菩萨不会只限一个身的 所有的身 它都能够限的 宁静的 慈悲的 愤怒的 但是它心中都充满了大悲心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 各位假如有机会你修是愤怒的本尊的话 你要先修慈悲心 还有禅定 所以传统上西藏的人伯切 刚开始传你都是宁静尊 就是前面这个 它不会教你愤怒尊的 为什么呢 你贪心跟撑心 愚痴心都没有调补的很好 很多人都很喜欢修愤怒尊 每天这样 小魔 其实一个鬼都没看到 真的鬼是什么 你心中的烦恼啊 所以我在新加坡大悲中心 讲过法华经安乐行丙的时候 讲秘勒日巴正道歌 就是当前我们汉地的人学 秘法都有很多的流弊 什么流弊呢 第一个 喜欢奇奇怪怪的 想魔法 愤怒尊 第二个呢 做不得到的就是秘密的 上师啊 你可不可以传我一个秘密的啊 没有人知道哦 越奇怪的越好哦 六字大名字 哎呀 这个没什么啊 再给我秘密的 most secret most special 其实这是我执 我是跟你讲真话 我自己呢 学秘法也学非常多年 而且学秘法要有大称的基础 真正呢 金刚称的书圣是要有大称 菩提心 道次第 大悲心 止观的基础 第三个 甚至有人有错误的邪见 哦 西藏大探卡 有双身法 以淫欲心来修法 那你绝对堕落变魔的 所以金刚称是很殊胜 不过也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要找到传承的清净上师 那你会有个问题 师父 我真的呢 听你的法很高兴 我也觉得我跟金刚称有缘 怎么办呢 你一百万遍六字大名咒 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找到我多生多劫 清净 而且真的 不是假的 真正的善知识 来教我 不是每一个人都跟大包法王有缘 有人跟西藏的达赖喇嘛有缘 有人跟贝诺法王有缘 很抱歉 贝诺法王也刚刚往生了 有人跟吉美彭措法王有缘 有人跟撒家法王有缘 其实 佛菩萨为什么要化现这么多 其实就是缘 对不对 就像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跟你没有缘 你还是不会听他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认真念吧 这次讲座完 真的很认真念 希望大家好好念 有一个人你没有听经 或许你参加过 四壁观音的观底 我也观过 我观了非常多 我去印度求法 观了三年 很多人观了满头包 是什么法 还是不知道 修了一点福报而已 可是你就会怀 假如你没有听到 大乘庄严保王经 你会想六字大名 就 就这六个字就能成佛吗 不太可能吧 那是你怀疑 你不知道 所有诸佛的大悲心 就是浓缩为大悲神咒 大悲神咒很长 断气的人不容易念 再浓缩就六字大名咒 所以 我很高兴 我这次真的公开为大家讲 显密圆通的观音法门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如说修行供养 好好用功吧 所以看下面 码头观音是坐像 再来看 东密的日本京都 静流离寺 供养的 码头观音就是站的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们中国也有啊 面燃大士 对不对 你们中原普渡不是叫面燃大士吗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希望你能够有圆满的见解 而不是执着在一点而去 毁谤佛法 这样是要谨慎的 好 再来看 不但观世音菩萨成为 码头明王 或码头观音 进一步 西藏有上师本尊护法 Protector Protector 最有名的是什么 Mahakala 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 这是从印度的造型 传到尼泊尔 假如你到加德满都 叫Dubba Square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石雕 印度教也拜 佛教徒也拜 民间宗教他都拜 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我们中国呢 有护法 有韦陀跟茄兰 但是很可惜的说 他没有具体修行的遗轨 或者咒语 好 接下来再看 护法从哪里来 看印度式 印度大家知道 印度教 我想你们新加坡 也有小印度 对不对 我真的对新加坡很熟啊 所以怪不得我学生跟我讲 师父你不要住太久啊 新加坡多元文化 你有印度教 印度教里面你看 西法神 对 狄狄狄狄也有人会说 早期的观世音菩萨 好像跟西法神啊 长得一样 没错 但是心中的见地不一样 我说过嘛 观音菩萨是空性的 想要正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先合身而未说法 你想观世音菩萨 假如现在去印度人 一定献印度人 接受的方式嘛 所以早期的护法形象 最早最早 我查得到的是 印度呢 观世音菩萨 现现了四个手臂 是红色的 而且很特别的是 他还取孔雀 这个不是孔雀佛母 这是观世音菩萨 现护法像 早期的 大概在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 后来呢 传到白教嘎举派 就二臂大黑天 马嘎啦 你看 很恐怖吧 马哈嘎啦本来是应该黑色 但这张探卡是早期的 我在马来西亚 一个中心拍到的 所以他画的是红色 所以马哈嘎啦 有两个手臂 也有四个手臂 二臂 四臂 六臂 有红色 黑色 白色 也有蓝色 也有青色 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 你再回去读啊 愣言经耳空 圆通章 观音菩萨可以现 二臂 四臂 六臂 无量的化身 你不会变成只是文字而已 而且每一个呢 本尊都有他本尊的咒语 因为观音菩萨度不一样的众生 那在传统西藏的人 一定修护法 护法你会问为什么 因为护法是佛形事业的根本 你想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移除所有的障碍 一定会修护法 那护法里面呢 四大教派里面都修观世音菩萨的显现 这叫圣异地的显现 这个会比较保险 好 接下来再看 第四个 圣十一面观音 准提菩萨 跟第六个 如意伦观音 注意 第七个 不空捐锁观音 大家知道比较少 在东密里比较被重视 不空捐锁怎么判断呢 他手上拿绳子 意思是说 你在轮回里面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他会拿一个绳子 丢下去把你拉起来 所以有一个人有问我说 师父我曾经问过观世音菩萨 他拿一个绳子给我 其实那就是不空捐锁 我观音救了你 表示可能你过去是 修过这个法门 好 看一下 圣十一面观音 这张非常的庄严 为什么 它是十一个头 我观想 圣十一面观音 就是观想这一张 这张好像听说 早期在净土犯音 曾经流通过 对不对 就是我供养他们的 接下来再看 千首观音跟准提菩萨 昨天有看到这张 它是敦煌壁画的造型 观世音菩萨是讲 大丈夫像 前面呢 同流经特别定做的 大乘准提菩萨的造型 十六之首 再看 日本如意伦观音 日本醍醐寺 而保留的木雕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如意伦观音 再看 西藏也有不空捐锁观音 这个看起来 有点像四壁观音 但你仔细看的话 它是有一个手 是拿绳子的 而且很特别的是 它有三个脸 看起来也很被误认为 尊圣佛母 答案不是 这是不空捐锁观音 然后下面是绿度母 左边是白度母 上面是阿弥陀佛 右边左上角文殊菩萨 左上角是零花生大士 所以西藏人画探卡 都会有精美根据 在这里我要公开呼吁 新加坡有很多的文人 跟才子 很好 你很喜欢写经文 很好 应该写正凯 不要乱乱画 阴光大师是呵斥过的 写正凯才有功德 不是显现你的艺术才华 就算你写行书 也要写得很公正 还有画观世音菩萨 要摘戒 沐浴 烧香 虔诚念观音 你画出来才会庄严 观音菩萨不用来 选要你个人的才华 而办展览会 这一点我想提醒你 因为在阴光大师文操里面 有提过 好 接下来再看 八度母 绿度母 花 Glindara 专注消灾与免难 事实上 观音菩萨 我们讲 地狱恶鬼出身 配哪一道 那只是分析而说 方便讲 每一个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度六道 跟无量众生的 再来看 白度母 专注健康长寿 西藏有很多的本尊 祖师 在当他寿命 遇到断的时候 他专门修白度母 待会会讲故事 比方说钢波巴 钢波巴就修了两次 白度母而严寿 第九 是白度母 White Dara 第十个可能是你 很少很少很少听过的 叫宏观音 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 所有无量无量本尊的 最本根源 是无上瑜伽的 也是大宝法王的本尊 请看 宏观音 无上瑜伽的 大悲圣海谈成的本尊 请看下面 那按照 度母本源记载 在你们的经文里面有 二十二页 第十二行 度母本源记载 观世音菩萨 见到众生 很难度 从轮回当中 地狱恶鬼出身 到天上 天上呢 又到人间 都呢 多生多节 在轮回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最后滴了两滴的眼泪 左边化为绿度母 右边 眼泪化为白度母 这就是度母的化身 所以 在座可能也受过 西藏的灌顶 有修度母的 也很好 还有二十度 一度母 领赞 请看 这就是度母 你会发现 她长得很特别 为什么 像印度人 有人觉得 奇怪 师父 观世音菩萨 怎么会长这样呢 这样呢 没错 印度人 成为最漂亮的女孩 最有了福报身材 就是这样 对呀 印度人的文化 你知道在印度文化里面 他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吗 四个 第一 健康 第二个 财富 第三个 性爱 第四个 永生 在印度的哲学里就是这样 一个人福报是什么 第一个健康 身材非常的好 像国王跟皇后一样 第二个 很有钱 第三 人生就是要享乐 所以性爱 第四个 死了以后呢 在恒河至少洗一次扫 就可以回到梵天 所以当佛教 要度化他们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也横顺 但是这个不是究竟的 因为梵天里面呢 大梵天王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回到天国 还是会继续轮回的 所以 不要去用自己的 个人的成见 去排斥一些东西 观世音菩萨是空性的 所以绿度母是长得非常非常的 这句话讲 阿挪多姿吧 或是非常饱满的 再看 二十一度母的化身 所以就像我们观世音菩萨 显教有观音 三十二应生 西藏 度母也有二十一化身 然后有各种度母 所以西藏没有一个人不念度母咒的 一大早 因为西藏的文化 对不对 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常常有灾难 又有很多的疾病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念度母咒的 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念观世音菩萨一样 或阿弥陀佛 白度母这张探卡就很庄严 是主健康跟长寿 我讲一下故事 钢波波大师呢 在这个医生呢 修到他成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一次生病 他非常非常辛苦 后来呢 他就是专修白度母 然后呢 见到度母现身 度母就跟他讲 你应该造一尊 我广大的造像 然后你继续念咒 点十万盏油灯 这是你过去的业 然后你可以继续长寿 后来钢波波就真的照他的画 画了请人 画了一个幅非常非常大的探卡 然后出钱供养 点了十万盏油灯 当功德圆满以后 他的病就好了 就继续活下去了 结果十年二十年 又红法以后 第二次呢 他又生病了 他想这次我要太不行了 他后来呢 又继续拜度母 一直念祈请 后来度母又现前了 他说你还要呢 造你上次是画像 对不对 现在你要造一个呢 大殿 然后专门供度母 然后所有的壁画 都画我白度母 点一百万盏油灯 你可以再活三十年 这都当然 钢波波就继续做了 做了以后呢 真的他就满他的愿了 所以白度母 这个在西藏人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乃至现在你看到 普贤行愿大法会 由甘马嘎举的总部 也呼吁 为了让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长寿注释 他们也念呢 白度母咒 所以可见呢 其实都是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观世音菩萨 非常非常慈悲的 我再讲到度母 我再讲一下 绿度母好了 绿度母 阿提侠尊者 刚才我们这样 点灯其愿文 他在印度 纳兰陀大学 当西藏的国王 听到他是 了不起的高僧 用黄金带着他来 到印度来 来请他去 他刚开始呢 有一点点犹豫 为什么呢 因为纳兰陀大学 要他教 有三四千位的尊重 上到五千位的尊重 就是他当住持 阿提侠尊者呢 当住持 那他想要不要去呢 因为这是人生 一个很大重要的关键 分岔点 那他怎么决定呢 他就每天拜度母 绿度母 因为他的本尊 也是其中一尊是度母 他就是一直念 度母之后 一直念念念 结果念到 度母现前了 他就问 慈悲的度母啊 我该不该去西藏呢 他说你自己决定吧 西藏呢 妖魔鬼怪很多 众生呢 对三宝是很不公寂 朗达玛灭佛 一百多年啊 是很多众生 都是刚强男化 你要去 很好 满你的大悲心 但是因为众生会害你 会加咒素 会在你吃饭里放毒药 所以呢 你可能会减受十年到二十年 那你自己决定吧 后来度母就不见了 那他想奇怪 我本来是要问度母的呢 度母怎么把问题丢给我呢 他又继续在拜 他想反正不管怎么样 是我的业力吧 就一直拜 拜拜拜拜 一直拜 拜拜拜第二次呢 他又见到了度母现前了 哎呀 度母你还是慈悲地加持我 你大慈大悲啊 你是一切都所求如愿 那你觉得我该不该去吗 他说你自己决定啊 辞去 你要知道 你的寿命会减短 但是你利益众生的功德力会增广 西藏的众生也会因为你带来了正法 而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 度母就不见了 后来他想 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出的家就是要利益众生 生命早死晚死 我都会去吗 对不对 都会要走的吗 假如我活着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 好吧 我就去吧 决定他就真正启陈了 经过呢 把阿山赦嘴 三个月到四个月 真正把西藏佛教呢 带到从正法 从印度带到西藏 就是阿迪侠尊者的菩提道登论 所以阿迪侠尊者就是前来 吉鲁巴的前身叫 加丹巴 所以 但事实上 的确他碰到人家用咒术 吓他 而且人家在吃饭的时候 故意供养他 底下就放毒 他吃了以后 他就一直念 就一直念 度母咒 一直念以后 那个毒啊 就变甘露了 人家想 哎呀 这个高僧毒不死啊 后来呢 所有毒他的人呢 就被他降服 而作为他的弟子跟护法 所以你要知道 有时候你不要认为 出家人修行 也是会遇到很大的考验的 在家人 你们吃的苦 还算一点点的 但是最重要 你要有怨心 对于观世音菩萨 不管任何的显现呢 你都应该要有 坚定不移的 这个信愿心 好 这是白度母 最后再看 请看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亲自画的白度母画 原画供养他 第八世的老师 转世叫 桑杰年巴尔伯伯杰 他亲自把这个供养 那法王很慈悲 要供养以后呢 他请人照相 然后流通全世界 我也得到一张 因为我们在 普贤心愿大法会 所以这一次的高妈妈 的的确确是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你不要怀疑 你去见法王的时候 要有恭敬心 不可以说 我来考验他一下 他知不知道我过气愿呢 那你会被法王骂的 他的的确确是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跟你讲话呢 就像爸爸妈妈一样 永远鼓励你 我见过他八次 每一次都单独见面 我也发愿 做他很好的弟子 好 接下来在 红观音 无上瑜伽 大悲圣海谈成 有单尊的 也有双身的 在这里我介绍 单身像 那你会说 奇怪 观音菩萨 我们看到都是 白色的啦 对不对 为什么是红的呢 注意听 红的代表 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 因为观音 跟阿弥陀佛 在五方佛里面 都属于西边 莲花布 所以代表他证悟的功德 跟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 是无二无别 所以 这个叫做红观音 那红观音的咒语呢 你要坐过 灌顶口传 才可以修 那红观音的功德呢 是胜过 无量无边观音的显现 假如说我们 以一个金字塔比喻好了 水月观音 宋子观音 不管是中国的 印度的 西藏的 日本的 然后一直到 尖塔的最顶端 是什么 大悲宏观音 所以要修到这个法 很不容易 那各位加油吧 好 再来看 修持六字 大明咒的功德 请翻开 二十三页 我们看第五页 大宝法王的开示 我引用 第十五诗 噶马法 介绍说 六字大明咒 就成就五方佛的秘密 所以各位 你不用再犹豫了 很多人都在问 师父我还是不要呢 重新念以前的咒 其实不会冲突的 给你原来的修法 可以继续念的 因为它就代表 五方佛的功德 的秘密功德 接下来 它也是一切 幸福的起源 一切利益成就的根本 更是达到一切 更高成就 及解脱的道路 所以 观音菩萨 可以让你正解脱道 也可以让你正 无上的成佛之道 注意下面请画起来 六字真言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同时也是 大悲咒的心咒 在这里有一个连友 问我说 师父 藏传的大悲咒 跟险教大悲咒 两个也没有差别 严格说 本质跟功德 没有差别 但是说修法的话 那你可以念 险教的大悲咒 那西藏的大悲咒 可不可以念呢 其实也可以 不过 假如按西藏的规定 你要专修 大悲观音法门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冠点 empowerment 第二个 口传 oral transmission 第三个 解说 explanation 注意听 这是金刚称规定 老师说新加坡很多人 喜欢灌顶 你真的搞不清楚 什么是金刚称 金刚称不像你拿 拿一部金刚经回来 你就可以念 不可以 金刚称不是这样 金刚称你要正式接受灌顶 你才会得到这个传承加持 就好像你学校去注册 第二个就是呢 你要经过上师的口传 因为西藏的咒语有很多 甚至呢 你也可能呢 你的传承是念七个字的 on mani ben me hon 睡 种子字 很好 那你就念七个字 这是不同传承 不同念 还有些传承呢 在on mani ben me hon 前面加了几个字 在后面加几个字 对不起 我不可以公开告诉你 因为这就是金刚称 三昧也 第二个呢 口传完以后 第三个要解说 比方说六字大名之后 怎么放光 红白黄花仪轨 有些往上放光 有人往下放光 有人向右旋转 有人向左旋转 那要问你 教你的那个老师 你不用问我 因为我不是忍不见 我只是法师 所以你们还是搞不清楚 什么是金刚称 那你现在可以不可以念呢 我不能说不可以念 你就念吧 但是要发愿 希望将来圆满 这个灌顶口传跟解说 那在灌顶跟口传里面呢 至少两个里面要有一个 那当然普传的呢 你on mani ben me hon 你现在可以念 你就继续念吧 所以 所以 严格说 灌顶前跟灌顶后 念的功德有没有不一样呢 答案是不太一样 还是有差 因为有你加上观想力 跟传承加持力 但是大悲观现音菩萨的 大悲功德力 你再怎么苦难呢 都可以念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人有问说 师父 你怎么教我们前几天 在厕所里念佛 我听到一个法师跟我讲 不可以在厕所念佛 两个不冲突 为什么不冲突 注意听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想我还是公开回答 免得你心里又很疙瘩 当你初学佛的时候 没有恭敬心 所以告诉你 进入佛堂 不可以穿短裤 不可以穿mini裙 不可以穿这样 不可以穿那样 那是要培养你的恭敬心 因为新加坡很热 有些人穿得太凉快了 凉快到呢 当人家的眼睛都受不了 可是佛菩萨不会 所以这些礼仪是对初学的 没有错 我们要有恭敬心 注意听 恭敬不可以成为 另外一种执着 我教你并没有叫你不要恭敬 我教你是说 万一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 当然你不要躲到厕所去也可以啊 你可以躲到空间去啊 但是假如你不躲起来的话 你在念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反问你一句话 厕所没有佛吗 假如老菩萨在厕所一跌倒 你怎么办 阿弥陀佛他就断气了 那我问你 阿弥陀佛会说你不恭敬呢 不来接你吗 会的 请问各位妇女都生过娃娃 你在医院的时候 你大声念观世音菩萨生娃娃 观音菩萨会嫌你肮脏嘛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执着 注意听 我没有叫你全部人要躲到厕所去念佛 对不对 你们听话很奇怪 不用拍掌 谢谢 不用拍掌 我没有叫你躲到厕所念 我是告诉你 当你面对境界 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站着不动 但是你老板会被你吓到 知道吗 厕所里没有佛吗 厕所里也有佛 所以中国的禅宗乃至传到日本 早期 厕所里面都供佛 告诉你厕所里你都不可以打望下 你要懂他的意思 假如你在厕所这么肮脏的污秽当中 你都可以都念佛的话 连天龙八部都会合掌恭敬你 哎呀 你这个弟子了不起啊 在不清净当中 你都能够保留你清净的大悲心啊 这才是我要教你的 所以我没有神奇 我只是谢谢这位连有写这个问题问我 但是你不懂我的意思 我并没有叫你全部不要在佛堂拜大悲餐 全部躲到厕所里 一间这样拜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告诉你 哪里都有佛 你在洗澡的时候 假如你听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西方极乐世界 连此海会菩萨 对无量佛国土的众生起心动念 都清楚 老实说 你在洗澡的时候啊 对不对 菩萨也看到了 但他看到像透明一样是空性的 他才不会做spy呢 他干嘛看你啊 You are not sexy enough 对不对 所以厕所里也有佛 假如厕所里没有佛 注意听 佛法就会被攻破 请问法身怎么样骗一切处 所以注意听 空海大师 当他进入阿瑟黎东密 慧果阿瑟黎为他灌顶的时候 说了一段非常深的话 他说 你看 佛菩萨清静庄严 广大无边 谈成里面 他突然问师父 师父为什么没有妖魔鬼怪 也有蛇 他说 妖魔鬼怪 蛇也是大日如来的显现 如来显现 一切清静跟不清静都能显现 所以都能救度一切的众生 而没有缺落 这才叫大圆满的大日如来 你看开悟的人开始是这样的 知道吗 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希望各位恭敬心很重要 老菩萨我发现了 以我的经验 很多都在厕所里跌倒的 所以在厕所或是厨房地滑的地方 慢慢走 你更应该念佛 那万一你在厕所里面呢 坐一坐 哦 奥米陀佛就走了 那你不念呢 怎么办呢 好 请看下面 奥字与解脱字有关 请看 继续看大宝宝王的开始 23页第10行 奥字与解脱有关 可说是达到方法或成就的象征 money是代表珠宝 bemme是代表莲花 Lotus是精神成就的象征 清静跟神圣的象征 所以你会发现 从早期的照相到现在 观世音菩萨都是拿莲花的 莲花在大称代表因果同时 莲花代表六度万恒之因 当莲花开花结果的时候 变莲子代表无上的佛果 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四壁观音 他一定拿莲花 左边拿莲花 乌巴拉花 右边一定拿水晶念珠 这代表清静跟神圣的象征 于是 珠宝莲花的持有者 好 这个就是六字大明咒的意义 翻译叫 珠宝莲花的持有者 这是十五十大宝法王的开示 非常的好 精简 成为神圣的观一切者 其实珠宝莲花的持有者 就是佛陀的性质的代名词 哄字 西藏人很喜欢念哄 是种子字 对不对 我昨天不是说个笑话吗 有一个年轻人骂我臭和尚 我对他吻笑 就 然后我就走了 我在祝福他 为什么 哄字是代表祈祷跟祝福的意思 哄字呢 在无上瑜伽也有代表用祥谋的 不同的经典 不同的咒语 那这样祈祷的话呢 可以免受生死轮回的痛苦 再看西藏的经典 按照甘珠耳 请看二十三页第十五行 西藏甘珠耳栽药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大家很清楚 我就念一遍 一 去一切妖魔鬼怪 精魅 亡两精寿 就像我上次讲的 昨天讲的 下毒的 下咒术的 我下降头的 你不用管 听好 当你发现被人家这样子作弄 或是操纵你的时候 不是说我念六字大明咒 我要报复 弹他 让他 不可以 你要起慈悲心 怜悯心 哎呀 他就是这么愚痴 没有听到佛法 我念六字大明咒 关心不着 互念我 你也希望对方呢 放下这个恶念 知道吗 不可以说 哇 那六字大明咒很好 下次呢 我在做法的时候呢 就 六字大明咒 然后那边 那有一天 你会被观世音菩萨敲头的 护法也会惩罚你的 因为你完全失去了 大悲心 这个 这是不可以的 甚至有道教 民间宗教呢 他不学佛 他专门也是念啊 也帮你画作 注意听 甚至我很不幸的听到 对不起 阿弥陀佛 南传的法师 或南传的佛教徒 给你佛牌 佛牌里面就是降头啊 所以注意听 到南传斯里兰卡 我真心的建议你 做参考 我没有说谁 不要轻易带人家 给你来路不明的佛牌 同时也不要轻易吃 人家来路不明的甘露丸 吃得越多 你往生会越开的 但不是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如果担心的话 你就先念六字大明咒 第二个 除一切寒热 痰气等病 一些身体的病痛 第三 救度一切水灾火灾 或刀兵节 第四 得一切福德 寿命自在 最重要第五个 请画一个记号 画三个记号 除你心中的贪嗔痴 慢疑等 一切的根本烦恼 降服你内心的烦恼 你才会显现 无量的功德 这才是六字大明咒 真正要的功德 意义 第六个 你看西藏的经论也说 若有出家或在家 受了戒 然后不小心破戒的话 念六字大明咒 也可以除弃一切 破戒的各种罪恶跟痛苦 第七个 消灭各种障碍 获得五道实地的功德 五道简单的讲 开会复密会有 好 请各位跳一下到二十五页 五道就是 第五页第十一行 或者六种功德次第 一 资良道 你可以写一 二 加行道 三 建道 四 修道 第五 无学道 这五道是出自于 瑜伽师地论 你可以自己写 不然你到时候又问我 师父 为什么这个六种次第是什么 然后最后 获得一切 骗一切智的功德 那是把前面五个全部总起来 佛式叫骗一切智 或叫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这个词出哪里呢 出在摩河般若波罗蜜经 跟大波罗蜜经 再翻回来 再翻回来 请看讲义 第二十三页 第二十二行 十地就是华言经的十地法门 我曾经在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 讲过十地经论 有空可以上网听 其实我真的讲过很多很多的经 各位可以有空可以上网 再看第八 大悲咒 六字大明咒 是大悲咒的薪水 假如念十万遍的话 可以避三恶道之门 注意我要叮咛你 这个十万遍要很专注的念 当然你不可能没有妄想 但是你不可以散乱念 就是很专心很虔诚的念 这样就可以 第九 念一百万遍 你可以度六道众生 第十 念一千万遍以上 决定成佛 各位加油吧 精进精进 再精进 不要混得太凶啊 用功一点 对 好 再看 接下来翻开二十四页 二十四页里面呢 有一本书很好推荐 南怀景先生编书的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是台北老古出版社 好 请看上面 我引用其中的一小段 你一定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精彩 这天快结束了 可是都还没进入经文 不要急 你若没有这些基础的话 经文只是一个故事 你会觉得也没什么 其实它有很甚深的意思 所以我经过跟主席商量呢 前面整个的观音法门 教义 修持怨心 也讲佛像的造像艺术 接下来讲他的修持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下一次我才会正式精致经文 那请看 第一 二十四页第五行 大乘庄严保王经 佛曾经说过 亲口讲 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 假如三千大千世界 十二年连续下雨 新加坡很少下雨 对不对 偶尔雨季啊 或是气候变化的时候 换季的时候下雨 他现在讲十二年 三千大千世界连续下雨 释迦牟尼佛以佛陀的神通力啊 可以算出十二年啊 下多少雨滴耶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想想看 你可以算得出来吗 不太容易吧 不然下次你算算看好了 假如有一天礼拜六 礼拜天突然下雨 你站在门口看看有几滴的雨滴 可是佛有神通力 他一切都可以算得出来 十二年哦 不中断 那表示无量无异嘛 可是若有一个人很虔诚的恭敬念 一次六字大明咒 他的功德比雨滴数还大 这是释迦牟尼佛经口所说的 所以为什么真正呢 六字大明咒 在西藏的仁波切跟拉玛都说 是叫万咒之王啊 他是一切诸佛的大悲心 就是出自于大乘庄严保王经 他说请继续看 这个世界的河川跟海洋的水滴 可以算尽 可是你念一次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利益啊 算不尽 这个宇宙跟须弥山 有很多很多细微的粒子 我们叫原子而组成 原子呢 用科学的仪器 你一直算一算 可以算得尽 可是啊 念一次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利益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今天是很好的日子 对不对 我敲引擎 大家点灯 念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所以应该是很欢喜的 好 再看下面 那下面呢 我讲义打得很详细 我就不一个一个字讲 我讲重点 第一 六字大明咒可以圆满六度波罗蜜 这并不难 六个字配六度 第二个 六字大明咒可以关闭六恶道之门 让众生从痛苦中得到解脱 而打开进入进佛国土之门 在十方的佛国土里面 尤其是极乐净土 所以念六字大明咒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跟大悲咒一样 也可以求生他方世界 但观音菩萨呢 会比较欢迎大家都去极乐世界 因为这是他的愿力 他老老师是阿弥陀如来 请看二十五页第二行 得到六种成就 我要解释一下 得到不供殊胜的成佛成就 得到供的成就 什么叫供跟不供 举个例子好了 钱就是供 money finance 不供的话呢 像什么 智慧 界定慧 你没办法给别人 你直接的功德 没办法给别人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来 人家供养我很多水果 我可以说来 我给你一个巧克力 我给你水果 但新红丝没办法 把我的头摘下来 然后头给你 然后你就变新红丝嘛 不可能 所以他有分供跟不供的成就 刚讲 money呢 得到平息病苦的灾难成就 请把病苦画起来 注意 平息病苦 所以念六四大名做 很认真的话 也跟药师咒的功德一样 那要念哪一个 你自己决定 也可以两个都念 所以并不冲突的 贝呢 贝美红的贝 得到增长寿命福德的成就 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命百岁 对不对 健康长寿 贝呢 就是得到衣食丰足的成就 我想大家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痛苦 其实很真诚的说 工作要赚钱呢 要有很多的条件 我举一个例子 有位连友 他来见我 我不用说名字 我只讲这个故事就好 他破了产以后呢 离了婚了以后呢 他的经济也很困难 我跟他说 他问我 师父怎么样才能赚钱 赚钱有很多原因 有有行的跟无行的 财富的定义不一定是指钱 有行的 比方说钱 比方说组织 比方说制度 比方说你用的人 比方说你的福利 这些都是有行的福报 无行的福报是什么呢 是你的人员 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你的悲心 以及你跟员工的互动 这些都会影响你 会赚钱跟不赚钱 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很竞争 我好像每次都来新加坡 讲这个主题 因为大家都喜欢钱 的确 大家也需要钱 可是当你去很多国家都会发现呢 这个社会是M型的社会 有钱的人越有钱 越有福报 没有钱的人越来越苦 两个好坏差距很大 同时你看到佛门里面 学佛的人 小朋友里面 有善根的非常有善根 很庄严 心不好的 非常残忍的 不好的也很多 所以说明的是什么 要从自己的业力 要去掺除 第二 要增长自己的福报 所以佛头才会教说 佛为波斯尼王讲说 一个人要布施 假如以100块心币来讲 要布施四分之一 举个例子 四分之一 你要自己养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是你的福田 假如爸爸妈妈过世的话 那你福田就破了 第二 四分之一 要养自己的家 让自己衣食无缺 第三 四分之一 要去供养三宝 或是捐出来救贫穷苦难的人 四分之一 要留着 以备不食之需 不食之需 就是万一 发exident 或是你突然生病 所以佛菩萨没有叫你 把钱全部都挖光光 佛没有这样 佛教波斯尼王 他说你现在是国王 那是你过去世修的 你现在也是虔诚的佛弟子 你知道波斯尼王 供养佛的 跟僧团的 一供 那是印度 好几亿奴币的 送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但是他还是很谦卑的 他说 所以佛陀对波斯尼王说 你真正要有的福报是什么 生生世世能够修戒定会 这才是最大的福报 穷一点没有关系 心中要有正法 所以各位 你实在喜欢担心钱的人 你就给我念 一百万别六字大名咒吧 你绝对会的 相信师父 也相信观世音菩萨 佛绝对不打妄语 因为你福报不够嘛 还有你做工作的时候 个性也要改 脾气也要改 所以你啊 这些不改啊 连鬼都怕你啊 那我也不敢用你啊 是不是 所以没有工作 不是单一因 单一缘的 希望观世音菩萨 也祝福你 接下来 哄可以消除敌人的磨害 就像刚才 如果有人故意要害你 不管有意无意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四消除六种罪过 自己看 五成就观音菩萨六种功德 身与意 事业福德跟功德 第六种 或者六种成就 我刚才讲 好 现在分过来 请看二十六页 第三行 总而说 念六字大明 就有什么功德呢 最简单最简单 把它归纳为八个 第一个 贫穷的人 慢慢慢慢会变富有 你先别急 你不要说 今天很殊胜 我明天念 然后后天没发财 签马票的时候 又没中了 那性活法是骗人的 没那么快 你要这么快的话 我告诉你 那我就不做法师 你告诉我好了 我也去签 别那么急 有些联友真的是这样 理解不太正确 你过去无量节的业力 要慢慢改 慢慢改 真的会改 昨天前天 前天不是用咖啡比喻吗 记不记得 咖啡滴牛奶 一滴一滴 慢慢的脚 你就会变white milk 这是很好的比喻 问题呢 你滴了一滴就不滴了 对不对 要精进 相信 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一定会转变的 第二个 贫贱的人 贫贱的人 比如说刚开始 他是做奴隶的 被人家欺负的 他希望能够身份尊贵一点 那他慢慢慢慢慢慢的 职位也会改变的 第三 女生转男生 我前面讲过 这并不难 第四 数遍的功德 念一遍到七遍 就能够清净百千亿节 所积的罪业 那你现在又开始怀疑了 师父我念过 超过八遍了 答案是什么 很不幸的告诉你 你啊 无量节 无量节 所造的恶业 是比百千亿节 所积的功德 还要多的 也就是说 你无量节 无量节造的恶业 比你现在修的功德还大 像你说虚名山一样 不先行面评理来讲 忏悔业障 假如这个业障 有实体的话 净虚空片法节都装不下 所以不是六四大名 都没有效 而是呢 你造的罪业太多了 但是我前几天也鼓励你 一灯能破千年岸 对不对 太阳也会融化千年的冰山 所以你不要怀疑 注意听 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打妄语的 念一遍有七遍 你很虔诚恭敬的念 你的确可以灭这样的重罪 但问题呢 是我们在无量节里面 造的罪业呢 是比这个多的 所以不要怀疑 第五 千遍功德 念百遍千遍 等于念一切藏经的功德 注意这样 所以西藏发展了一个文化 叫做转经文 对不起 我这不是转经文 屁语 就是转 注意听 这个是西藏的文化 你不一定要做 为什么 很抱歉的说 西藏 普遍来说 文盲真的比较多 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山 他一生认为有福报的人 送到寺庙受教育 平常人是没有读书的 所以在西藏的文化里认为 喇嘛 仁波切 跟坚波 可以读藏经 那是有智慧的 所以很多的渔夫渔夫 就觉得 那我希望我今生有智慧 那要做工 要照顾孩子 要喂羊 喂牛 但他们都很虔诚地 把食物供养寺庙 那后来就发展出一个文化 文化是什么呢 所有的经文放在里面 绕一圈 就全部经文都念了 这是他们的虔诚恭敬的文化 我没有说不好 也没有说好 但是我们大乘的人 不太接受这一套 对不对 你所有的经文都放在里面 这样绕一圈 当然是他虔诚的功德 不会没有 其实他真正的功德是什么 手里拿念诸 念咒的念力 升起戒定会 才是功德 不然我反问你 假如绕这样有 电动玩具这样每天绕 不是很好吗 它没有功德 知道吗 这是西藏的文化 希望大家理解 但是这个对你来讲 不一定要 接下来万变功德 念一万变的万变以上 可以多灭断三恶道的门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念一万变以上 你的心一定清凉多了 但是要训练自己的念头 百万变的话会得到不退转 我讲一句真话给你听 在大圣庄严宝王经说 若有一个人念六字大明咒 念百万变以上 肚子里的回虫 我们知道 从现在科学来讲 我们厂里面不是很多细准吗 对不对 肚子里的回虫 都会正不退转菩萨 这很不可思议 的的确确 各位有兴趣 我虽然这次只是给你 第一卷的经文 你可以去图书馆 或佛教文物店 去买六字大明咒的原文 古汉文是比较难读 可是你去读 第三卷跟第四卷就告诉你 如果有人真的念六字大明咒 肚子里所有的回虫 现在来讲就是细菌 都可以正不退转菩萨 真的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正因为是观世音菩萨 从正法明如来 无量解所积的功德 最后若念万变的话 法身 报身 受用身 硬化身 决定成佛 好 那我终于讲完了 希望请看第二十六页 第七行 希望这次微小的贡献 谢谢金明佛学社的主席 以及所有干部的齐请 我真的是很高兴 很高兴 虽然说是真的有点辛苦 我整整念了两个月的大悲神咒 我每天打电脑 至少是超过七八个小时以上的 但是呢 我打电脑的时候 我也是念六字大明咒的 所以大乘庄严宝王金很好 但从古至今并没有科判 那我这一生能够这样子做 其实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我觉得我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第二详尽的讲义 各位就看到了 第三就是讲佛教的 这个教义历史 跟艺术与修持的结合 我也很用心的准备了 好几百张的照片 第三个 也在修持的当中 常常提醒你 在念六字大明咒 不但嘴巴念 要常常看自己的念头 同时呢 你也要升起 大悲心陀罗尼初相讲的十种心 平等心 空观心 无染灼心 无违心 慢慢要去努力 最后呢 就附上一些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呢 这一次我想请各位翻到 六十字眼 好不好 请看 换灯片 这一次讲座 今天就圆满了 所以我有几个建议 待会我会讲故事 讲一个故事 鼓励大家 第一 希望你能够把 从二十七页到最后一页 二十七页 到六十二页 全部看三遍 佛法浩瀚如海 那在这次讲座里面呢 有些联友 因为做工也很辛苦 所以大会会全程的录影 所以下一次开始 我从二十七页开始讲 进入经文的时候 我就会讲得很快 也很深 所以前面的东西 希望你要复习 所以很抱歉的 我要一个建议 我建议没有强迫 下一次来参加 讲座的人呢 一 要在今天这次讲座参加过 第二 若没有参加的人 要在家里把DVD看三遍 你才可以来 我不是不欢迎你 而是我不能永远 为一个初学的人 让很多人都在等 佛法大行讲座 是最难的 我也很真诚地羞耻 也真诚地准备 讲得太深 老菩萨听不懂 讲得太浅 没什么 六度大明座我也会啊 六度菠萝蜜我也听过啊 所以有些老参就不太耐烦 其实大行的演讲 是最难最难的 那大家会听得欢喜 其实不是我的力量 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下一次我希望 有个建议 你要来听下一次讲座 今天是part one 不管它是地局卷 哪一页 part two的时候呢 你必须把前面 我这次讲的DVD 全部看三遍 那今天你看过的人呢 你下次还要给我看两遍 回家自己练习禅修 我每天都教了 有五种禅修 你要练习 你的quality才会进步 我当然可以讲得很浅 我也可以讲得很深 我讲很深 你不一定听得懂 就算我一个小时 把所有的修行重点 啪啦啪啦讲完了 你根本不能消化 就像未尝会不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 很认真的 从DVD去复习 在座各位 你已经听过一遍嘛 这一遍呢 就discount了 你要回去给我听两遍 所以我同意宽姬 对不起 不是宽姬 静明佛学社会流通这个DVD 没有 一直在想宽姬念佛 48大院要赶快出来 然后有很多人问我了 没关系 那这个呢 是古汉文 请勘开 第29页 我真的很认真的 一个一个字交对 连标点符号都是我做的 然后我也加上了科派 所以你不要觉得它只是故事 其实它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 希望你从27页到62页 要预习读三遍 有问题你记下来 我会教 所以最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 我就回答问题 玄庄大使 请看幻灯片 大家都知道 中国玄庄大使是很了不起的 是大菩萨在来 他虽然求生都出来内愿 可是他为中国耗尽了一生的生命 贡献给所有的众生 现在中国文化里面 讲到玄庄大使 大家都非常的赞叹 不但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也非常赞叹 你注意看 他的脖子是挂什么 念珠 看到了吗 你没注意吧 骷髅头 事实上玄庄大使 也是显密双修的 他博通一切的经论 中国的大波耳经 金明佛学社也送过大波耳经 大波耳经就是玄庄大使翻的 对不对 他头上走的时候 他掉一个香炉 右手拿福 福翻 福翻其实是什么 因为走路的时候很多蚊虫 左手他还拿着经典这样看背 他到西天取经一个人去 很辛苦 这是现代的画像 有一天 我要讲他的故事 他的师父是戒犬论师 注意听哦 这个故事很重要 注意听 没有再讲一下 有一天 戒犬论师跟阿迪霞尊者都是古代纳烂陀寺的住址 纳烂陀寺在哪里 假如你在印度 菩提家也朝圣的话 大概租车子半天呢 就可以到纳烂陀大学去参观 当天可以来回的 纳烂陀大学当时都是全印度啊 最聪明的各种的出家僧众 研究经论 然后呢 辩论 讲经说法 实修 所以纳烂陀大学里面本身也有谈诚 显密他们都修的 这时候住持是戒犬论师 戒犬论师是呢 将近五六千位出家众的师父 他每天讲经说法 有一天他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很严重 他主修文说 普贤 观音 三个都是他的本尊 尤其是观世音菩萨